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收看《转告的一用》 我是主持人徐国勇 日前举行的台美特殊管道对话 不仅象征着台美断交四十年来 台美外交突破最高的一个关键点以外 也有党政人士说 这是美国用实际的行动 破除了在台湾蔓延的以美论 同时有关台美关系突破的讯息 也是一件又接着一件来 像是我们国军将会首次以迎击 也就是战斗规模的一个迎击的 来赴美交流 那美国学校也要跟台湾合作 有关华语的教育 他现在这些什么空子学院 不去了 要来台湾了 那我们看到美国众议院的中国委员会 主席盖拉格被证实在上个礼拜 秘密来台湾访问 在那个同时也有四个众议员 在台湾访问 所以由此看来 陈建仁院长所说的 台美关系是史上最好的 那的确这就是实在话 是真正的实话 但好像有人就是看不惯台美关系升温 像是蔡建源帮忙传播的 所谓的拜登毁台计划 现在经过网路讨论之后不攻之破 根本就是一个不实的讯息 或者是大外宣的讯息 所以我们看到AIT昨天大动作出来 曾经这很少见 他曾经说没有这回事 台美关系坚落盘石 所以蔡建源是不小心误信的谣言 还是在配合呢 另外缺淡这个议题 也被发现有公关公司的账号 操作的痕迹 那背后有没有关联性呢 我在这里要告诉大家 其实我们这一次台湾的 淡的缺大概缺5%到7% 因为每一天大概11.8万箱到12万箱 我们现在每天供应11.2万箱 所以就差那一些 那一些大概不到5%或者7%左右 所以为什么要这样子讲 台湾缺淡层这么严重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目的是什么 我们看到中国的弹外宣 竟然说台湾的一颗弹 加价20块 有这回事吗 没有啊 所以我们来看看 这到底什么心态 另外国民党内部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看看台北市政府高层斗争 市政顾问竟可以管到 资深的议员所转任的民政局长 这什么态度呢 另外台北市党部 国民党的台北市党部缺钱 这个惨状是怎么一回事呢 还有萧景田 国民党前中常委 帮忙议员买票 现在被起诉了等等 所以国民党胜选之后 在算计放话之后 有没有自乱阵脚 那相照起来 民进党似乎比较稳定了 他们定于一尊 已经公布出明确的初选时程 定于一尊 当然就是总统候选人 那立委 初选时程已经很清楚 3月20号到24号 宁表登记 那这信心会不会被温柔的坚韧的耐主席 一一的扶持起来呢 一一的把信心拉回来呢 诸多的议题 我们今天一起来探讨 现在我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来宾 第二位是我们立法委员范云 第二位是我们台北市议员建议 洪建议 大家好 再来我们政治评论员余妹妹 我们立法委员中嘉宾 我们立法委员游玉兰 游委员 咏哥好大家好 再来我们资深媒体人 邱明玉 咏哥好大家好 来我们来看看 以美论 其实美国是最支持台湾的 那为什么要怀疑他呢 那是不是在配合中共呢 看个相关报道 国安会秘书长顾立松 与外交部长吴钊逊露出笑容 还主动向媒体镜头打招呼 因为他们在驻美代表 萧美琴陪同下 美东时间21号早上9点半 首度踏近距离美国华府 只有一盒之隔的AIT总部 和美方官员针对国安议题 进行长达7小时的闭门会谈 除了AIT处长孙小雅 美方官员包括美国副国务卿选曼 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官坎贝尔 还有传出将接任AIT主席的 白宫国安会中国与台湾事务 资深主任罗森伯格 以及日前低调访台的 国防部副助理部长蔡斯 国务院亚太助卿康达等人 历年来都秘密进行的 台美国安高层对话 这是第一次被捕捉到画面 也是自1979年台美断交后 我国外交部长首次踏入 美国政治中心的大华府地区 与会的康达虽然没正面回应对话内容 但强调台美将继续定期交流 而前国务院APAC资深官员王小明则认为 会谈除了加强双边关系 也是向北京发出明确讯号 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坚若磐石 台美关系持续升温 更让有心人士传播的 以美论不攻自破 那我们看一下党政人士说 台美对话半公开 华府要破除以美论 台美对话以前 常常是秘密的 这一次是半公开 而且把照片都出来 媒体镜头前来亮相 有别以往高度保密的作风 反制中共灰色的冲突 我判更多的安全合作 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看到 这一次我们去美国的相关的这些人士 包括我们的外交部长 公开的进入了华盛顿DC 所以看看 美国国务院亚太助卿康达说 美国定期跟台湾往来 未来也会持续这么做 那我们看看他们的会谈 会谈到七个小时 这是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这么长的时间 然后另外自由时报也报导 台美军事的交流已经突破了 国军将派联兵赴美受训 哇 这个是一个不得了的消息 因为一个营就是一个战斗单位 以现在来讲 他就可以独立战斗 所以我们再看看 盖拉格上周末秘密访台湾 觐见了我们的蔡总统 所以我们看到武装台湾有迫切性 军售交货顺位应该要更提前 然后再看看卡密尔美国国务院 亚太局副助理国务卿 他说支持鼓励全国的州学校 和台湾在华语学习的领域扩展合作 那台美教育倡议展开第三次的高层对话 换句话讲 他们要学习中文不到中国去了 也不去孔子学院了 要像以前 就像我们以前师范大学 有个语文中心 几乎要学中文的都到这里来了 所以看看华语已经开始 要到跟我们台湾一起来讨论 来台湾学习了 所以我们看看名誉 这看起来一步步的消息 美国是大力的支持台湾 用狗我们常常讲 同岛一命 同岛一命 那话说就是说 政府如果有好的作为 好的突破的话 大家应该怕破坏 因为毕竟这个是不是 说只有大家受惠 是国人大家都受惠 可是我觉得发现 最近在野党的朋友 就是有点那种好的就落水 那坏的就把你放大 这怎么说呢 譬如说像昨天 我有一些蓝营的朋友 他们这个同温层 就开始在讲说 什么大华府地区 因为不是有在讲说 我们的这个外交部长吴钊燮 还有顾立雄 他们这个很难得去踏进了 华盛顿所谓的大华府地区 那蓝营的朋友就说 从来没有听过什么大华府地区 就说这个就有点在嘲讽 那事实上 我觉得说你要嘲讽 你要去做功课 因为我们的这个前外长 陈唐山就说了 他说什么叫大华府地区 就是因为我们华 给帮大家科普一下 就是说华盛顿的这个特区 有一条叫做四九五号的洲际公路 就是所谓的首都环县 那你在这个首都环县以内的这个区域 就叫做大华府地区 那事实上好了 就算不是大华府地区 事实上我们以前的这个外长 甚至说更高层的 你要进去 你不要说进去这个白宫 你到华府地区都不可能 因为大家都要偷偷摸摸 比如说什么见面好像就是好像 因为我们碍于这什么 这个不然美国什么一中原则 什么的但是就是说 我们能够进到这种所谓的 这个华府地区是千难万难 那这一次呢 你说吴钊燮或顾立雄 他们不但进了大华府地区 而且甚至还可以在媒体前面 公开的挥手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美方是这种刻意的来操作 这种半公开 他就要让你知道说最近什么 移美论什么毁台计划 这些这个都是欧白说 那我认为说美方都已经这么大动作的 跟你表明了 结果没想到辣衰的是我们自己人 是蓝营的朋友 所以我会觉得这个心态会蛮奇怪的 那更讲到说这个毁台计划 因为这个比如说蔡振元讲的 这就大家大家这几天去查 发现说其实是这个俄罗斯官方的媒体 他这个主持人叫做加兰尼克森 他去故意去讲一个 坦白讲我去问我美国的朋友 我说这加兰尼克森到底是是什么样的人 譬如说 譬如说用狗 你这个很有影响力的 这个媒体或者说你在主持节目 你讲的话 可以这个大家把你做标题 不是啊 加兰尼克森 他们美国人都都名不见经传 不认识他 他根本就不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 就不是说根本就没有影响力 他大概你去Google去查他 他唯一上新闻的是 他是被法院 被美国的法院认证说 他其实是俄罗斯政府的代理人 他曾经有上过 上过的媒体 大概你查到是这样的新闻 俄罗斯的代理人 俄罗斯政府 因为他是属于俄罗斯官方媒体的一个广播 电台主持人 这是他们大外宣的一个 对啊 对对对 好 那他就是俄罗斯官方电台的一个广播主持人 他随口讲的一句话 美国人对他是棉不见经传的 这样子的一个人 你可以把他拿来做一个标题 毁灭台湾 大家报了好几天就人心惶惶 我最后讲了 如果这个人应该是信口开河 因为他他就随便讲 因为他也没有讲说这个毁灭台湾 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计划 他也没有讲 他就是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标题 那说退一万步来讲 真的毁灭台湾 你有什么好高兴的 那你不同岛一命吗 大家都在这个台湾 这个岛上真的被毁灭了 那你要去哪呢 所以我会觉得说现在蓝营的朋友 就说毁灭台湾 然后那现在是怎样 就是我要跟美国就绝交 然后大家靠向中共 是这样子吗 所以我就认为说了 第一个这逻辑本来就不通了 那再来就是说蓝营的朋友 你就是要把这种事情 把他落碎 那我们真的好的 吴钊燮跟顾力熊 这种外交的突破 你反而还在奚落 我不晓得说这些人 到底是怎么样的心态 所以不要唱衰台湾 好的事情应该不分党派 大家要一起同岛一命这才对 好像老是有人在台湾附和中共 就不知道怎么一回事 不过我也看到了 现在要学中文 甚至很多国家要把孔子学院关掉 不准孔子学院在他们国家里面 再继续运作 那现在美国的助理国务卿 明白的讲要学华语到台湾来 范老师是在教育委员会很久 也是我们台大的教授 看看这些动作 事实上真的力挺台湾 对 真的 回来讲这个华语的部分 其实早期就是像美国的很多的就是官员 或是外交体系 都是来台湾学的 因为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开放 可是后来中国开放之后 我们感受到真的 那个都移到中国去学 那这其实对台湾很不利 可是蛮庆幸 就是说最近因为像刚刚那个 我们主持人讲的 因为那个孔子学院 后来被发现 他是由中国的资金支持 本来以为是好事 是平等的文化学术交流 后来发现 他其实是在统战跟渗透 所以从美国到欧洲 慢慢就是局部都把他关掉了 那现在其实这个风向吹向台湾的 那不只是今天您讲这个新闻上 就是考虑要来台湾 那另一半我也跟大家分享 我的第一手经验 我们去年暑假到英国 做国会交流的时候 那英国的国会议员就好几位说 他们地方上因为中国的经济崛起 很多人想学中文中文越来越热 可是他们就意识到不想去中国学 因为不是个民主的地方 你连什么推特或上网都有问题 没有言论自由最主要 想来台湾学 他们就希望说台湾这边 是不是能够各友善 资讯更多 那其实我们这边也一直希望 就是说从教育部到文化部 这方面像中嘉宾委员也很重视这一块 就如何能够让台湾的 就是说学习华文的地方 当然是到一个民主的国家 那这长期对台湾的一个学术文化 跟国力被看到也非常的重要 那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那也告诉大家 只要我们坚守民主的话 那绝对会是在华人文化学华语 据说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台湾其实是应该要掌握这个机会 也是我们民主文化的一个输出 其实台湾是极为文明的地方 很多人来到台湾 当然我们还是有一些地方要改进 我们也不得不承认 譬如说我们这个交通行人 这个我们要改进 但是如果讲到台湾的治安各方面 我要告诉大家 我们每十万个人所发生的杀人案件 台湾只有零点四二 零点四二件 大家都说日本 日本每十万个人的杀人案件 比台湾多零点六七 我们这里有警大的教授 我们有委员在这里 我讲的都是数字 而且是联合国统计的数字 美国是六点多 你来看看 那当然中国 中国比我们高 可是他的破案率又比我们低 中国我记得好像是零点八还是多少 应该是零点八到零点九 所以看起来治安好像不错 不过那破案率很差 而且很多是有问题的 所以如果你这样来讲 来台湾是最安全的地方 嘉宾 对啊我跟你说 其实像我去年七月 为了推动加入CPTPP 我们去拜访了加拿大国会议会 那跟他们议员交流 那也很被 那时候那时候很敏感 就是说被告知说 不要高调 不要对外伸张 让我们进入他的外交部 然后跟他们里面 像是北亚局的局长 就像我们的亚太师的师长 这样的角色 那那个人呢 其实后来我们发现他的资历 他会讲中文 但他从头到尾 他就是听 透过翻译听 这外交人员在这种谈门常用 后来一看啊 他在试大学的中文 试大语文中心 对 很多都在试大语文中心 那我们现在发现 其实现在这一批 就有一段时间 我们去到遇到一些 因为我在台湾 或在东南亚 遇到很多跟台湾 设台有关的这些官员 他们以前都可能是 都讲中文的嘛 会讲中文 会跟我们接触 那他们可能都是住过中国 然后呢 来跟我们对话 所以讲的华语啊 一个青蛙 我们叫做卷蛇 对对对 真正的北京话 北京话 就是叫潮蛇 但是我发现 其实这些年来 风向在改变 像范云刚刚所说的 其实他们现在呢 对孔子学院 也在澳洲 孔子学院看到说 这个这个 这个是有问题的 是要来渗透的 所以现在呢 他们很多的涉台官员 或者在亚洲事务上呢 他们在找来的这些人呢 很多都是有台湾背景的 所以我是说 风啊 不是一天转变的 这个这个风向的转变 当然是我们台面上 看到是这些 但事实上呢 整个欧美 他们在整个外交 体系的调整 从他们在找人 来担任对亚洲 事务的官员 他们的背景的训练的背景 就可以看到说 他们开始找一些 跟台湾有背景的 来担任对亚洲的 外交工作 所以我们看到其实 我有碰到好几个美国的朋友 他是真的美国人 不是不是华裔人 是真的美国朋友 他们都在中国住国 那现在他们来台湾 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台湾真好 三经半夜都可以出去 不要怕 治安好的人 当然我们如果把报纸翻开 还是有一些治安事件 那单纯的事件 当然有时候被放大 你觉得可是事实上好像觉得有点问题 事实上等你出去以后发现哪有什么问题 到处可以逛 三经半夜三点两点 你出去都没有问题 所以台湾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 真的是保岛 那在这里我们要看一下 你看看蔡正元引述这个尼克森 嘉然尼克森的爆料 说拜登有一个毁台计划 这实在是很奇怪 所以你看这个广播节目 这个尼克森这个人 他说白宫内线消息吐露当被问到有什么 比新保守乌克兰方案更加灾难性的事情 拜登回应说 等你看到我们的毁灭台湾的计划 就知道就没有这回事 就他这个人原来 虽然他把他名称叫做美国法府的广播节目 主持人 事实上他是俄罗斯电台的主持人 是一个大外宣的工具 所以我们看看美国在台协会说 拜登总统支持台湾关系法 且持续遵守至今 对台湾的承诺坚若磐石 可是中国的中平社仍然要见缝插针说 蔡正元这篇脸书短短不到一百个字 却调出高规格的澄清 显得更有蹊跷 莫名其妙 这样子也可以批评 这个真的是很奇怪 我们再看看 那为什么我们看到中国的大外宣 很多在配合 我们看这个也是中国的大外宣多离谱 我们来看网军操弄缺弹 杜玉井找出来之后 两百零八个PTT的账号 出现协同的行为 一个两百零八个账号的团体 热烈讨论一则超商缺弹的新闻 而这群账号在周六到周三 最为活跃 我们再看看 農委会预计三年要投入近两百七十亿元 强化农业基础建设 及农业 我们的农产业的转型升级 所以其实我要让大家来了解一件事 台湾大概每一天要消费十二万箱左右 大概十一点八万箱到十二万箱左右的鸡蛋 每一箱多少个大家知不知道 每一箱叫两百个 两百个鸡蛋放在一起 这样叫一箱 所以我们台湾平均每一 每一个人平均一年消费大概三百八十个鸡蛋 所以换句话讲 平均我们每个人一年要吃三百八十个 所以换句话讲一天要吃一个多一点点 所以我们每一天要消费多少个 大概两千五百万个鸡蛋 台湾有两千三百万人 那每个人一天要消费一个 所以两千三百五十万个 再加一点点大概两千五百万个 那现在产量是多少 少了五趴 因为我们现在每一天供应十一点二万箱 所以才少了五趴 少了五趴有那么严重吗 当然买不到很严重 因为这是我要买我买不到 我当然觉得很严重 可是我们要整体来看的时候 你看日本温室养鸡 他们的鸡蛋的蛋价两倍 现在涨了两倍 所以他们温室养鸡照样 死了很多的蛋鸡 死了一千万只 台湾大概死了七十四万只左右 那美国当然死了更多好几千万只 所以我们看到说美国的蛋 现在贵到曾经一个五十块台币 所以我们从这里来看说 其实那在这里 我今天不讲不特别讲 但是要讲的是中国 竟然弄了一个谣言说 我们的每一颗蛋要加价二十块 换句话讲我们现在一颗蛋要卖二三十块 就对了啦 中国是这样子来造谣 有可能吗 不可能吗 有可能吗 因为我上个礼拜情人节刚好在这附近 我还回到这个我们龟山那边有黄蚊市场 去买很好的蛋送给我所有的注册 一粒多少 一粒十块 十二个是一百二十块 十二个一百二十块 一粒十块 一粒十块 但是真的台北市是有很多的这个超商 就这个全联那些是买不到 那个应该是产销配送的问题 铺货的问题 对 但是因为最主要 我们还有一些东西 因为还有一些 比如说像麦当劳或什么 有一些店 就是说他们暂停贩售 比如说这个我们早上吃的那个 这个汉堡 汉堡里面满福报里面鸡蛋了 那因为蛋的问题 所以这个就会变成一个加成的效果 但是我们还是很希望 这个蛋荒马上过 因为的确你刚刚讲的是没错 因为在美国 我在美国也住过很多年 你在美国读书的 美国真的现在蛋也很贵 我刚刚在开玩笑 我今天在我脸书上贴了一个 就是我过几天过生日 大家因为在那个什么二二八年假之中 所以大家提前说 昨天的陈吉仲送我一个水果来 那我今天就故意说 我多希望这是一篮鸡蛋 这个 当然这个就是我们开开玩笑 可是鸡蛋是贵的 没错 而且在可能在台北市 有很多超商不容易买到 也是事实 这是铺货的问题 所以政府应该要来正视这个问题 这是民生问题 但我觉得我看到那个陈吉仲 在这两天也做了一些回应 我觉得这是好好的现象 不過柳耳元 我们玉兰姐 我要问他 你说 中国欧白说一年多二十块 有很多事情 那太过分了 欧白说了 没有那些贵 但是是不是 我有啦 比如说你如果是鵝蛋 那比较大粒 乳鸦蛋 因为明天要叫我办公室开会的时候 要登记吃东西的时候 滷鸭蛋十七块 有十七块 因为鸭蛋 鸭蛋本来就比较贵 比较贵 而且滷的是比较香 所以所以他不能够用那些特殊的 我们现在就是我自己亲身 我们最近买的就是一颗蛋 十块钱 而且是还不错的蛋 十块钱是 是合理的啦 有 坦白讲 是有涨价一些啦 是 是 当然是有涨价 但是我也很希望说早日恢复 因为我 我刚刚在讲 大家都在讲 其实我去年去过两趟华府 然后我上个礼拜才去过 那个英国回来 现在这个欧美的国会 这支持我们 支持我们中华民国 支持台湾 我觉得我们必须要肯定 所以我们都很 也很感谢他们 所以我们也很希望说 我们对于所有他们这些国会议员也好 或者是各国政府 对我们释出了善意 我觉得我们都要要表示 感谢跟欢迎 所以你去看他们把我们支持 很感动 感动 我每天才去店店店店 我都吃两颗蛋 知道台湾可能在蛋上面 可能比较紧张 其实美国的蛋现在很贵 现在美国的蛋很贵 然后日本的蛋涨价两倍 所以大家看到说 而且日本缺蛋缺得比台湾更严重 日本还是温室养鸡 所以美美 我们在讲鸡蛋 其实要讲说中国为什么 故意去弄这些谣言 来而且用你看有两百零八个 这些PPT的账号 这样铺天盖地的在台湾做这种协同的行为 或者是做这种大外宣 可以说这种认知作战 一直不断地在往台湾攻击 那当然是 而且这个认知作战 我在想这一年 乃至于到明年总统大选的时候 他的说法会越来越激烈 而且呢 什么叫做认知作战 什么叫做假讯息 就是说一个东西三分针七分假 你如果一看知道是假的 你就不会上当了 他有点事实 可是他把它夸大 蛋价有没有涨一点 有涨一点 可是他就把你说成是二十块钱 有没有一些地方通路 不太容易买得到蛋 有 但是很多人还是买得到蛋 可是他可以把你讲 好像全台湾就是缺蛋荒 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 他一方面说实在的 对台湾的认知作战 一方面的也是对中国那边 就说你看吧 台湾民进党政府就是搞得这么懒 那各位要知道 就是说我还是补充一下 我插一句话 中国缺蛋的缺得很厉害 很厉害 没有错 我甚至可以告诉大家 我简单只讲一个 美国不只是涨了五六倍 有些地方是限购 一个人只能买两盒 听好 两盒 有钱你还只能买两盒 OK 日本的蛋价 美国已经涨了五六倍 这个前年的时候 一公斤大概是一点七九美元 现在是四点八美元 涨了多少 各位看看 日本涨了两倍 对不对 可是各位你知道吗 日本就在今年二月中的时候 一公斤三百零六日元 这是什么概念 这是一九八六年以来的新高 OK 在今年日本你刚刚用过讲了 他因为禽流感 铺杀了一千两百三十五万只 里面有一千一百万只 是下蛋的母鸡 蛋鸡 然后呢 在美国铺杀了五千八百万只 这都养鸡大国 欧洲铺杀了五千万只 台湾是相对涨价涨的少 而且虽然涨价有涨一点点 但是呢 铺杀的量少 那相对平稳的 但是这种 我们大概铺杀七十几万只 七十几万只嘛 所以可是这种 窑营一下去结果是什么 第一大家会去抢 你去抢的结果呢 大家又更会去囤 你就更容易缺 鸡蛋不要囤啊 鸡蛋放在那边 只有两个礼拜的保鲜期 对不对 一个人有几个屁股呢 讲难听点不就是这样吗 卫生纸说你囤一年还可以 鸡蛋怎么囤一年 鸡蛋两个礼拜而已嘛 而且第一 你放冷藏 放冰箱可以到一个月 但是如果室温两个礼拜 有人也许一次买一盒的 只要一次去买个三四盒 何必呢 这第一个 第二个 你这样容易 真的容易缺淡 就是造成预期心理 第二价格也容易涨 那我最后就再讲 就是说 中国对台湾认知作战 只有这个吗 各位异曲同工之妙 我担心的是什么 我担心的是中国 跟我们台湾内部 一些少数的在地协力者 一起理应外合 比如说刚刚茗玉一开始讲的 尼克森的这个也是 各位这个尼克森在蔡振元的嘴巴裡头 说是什么 多么知名的 的这个广播主持人 但是美国二零一九年 他们法院判决是什么 你就是俄罗斯的大外宣 你就是代理人 他甚至于尼克森 他制造假新闻 在俄乌战争 被加拿大政府制裁 就最近二月二十二号 一天之间 他发了多少假消息 各位听听看 蔡振元把他如获至宝 国内一些网站 也是拼命的来传 我们的犹太也在那边讲 讲到煞有介事 但那二月二号 两则新闻 你就看尼克森是什么样的人 第一则新闻 他说 你听好 他说北约要颠覆匈牙利政府 笑死了啦 匈牙利是会员 他说要颠覆 第二个假新闻是什么 他又说信口开河到什么地步 他说北约准备攻击德国 我的老天啊 北约攻击德国 这是人家派起来 所以这种人就是信口开河 因为他这个是一个俄罗斯的 斯普尼克 这个是斯普尼克 这个卫星 用这个名字来当电台 他就是一个俄罗斯的 亲俄罗斯 而且非常亲中的电台 一个信口开河的主持人 信口开河讲的话 然后也没有经过查证 蔡振元就把他奉落神明的写了 然后就台湾很多的一些媒体网路 还是专门的网站 那些网站我们发现呢 也是经常只要是有不利于台湾 甚至于对岸的认知作战 大家这个是 就是一条龙在作业的 那我就在想 这个目的是什么 好 担架造成你的恐慌 凸显民进党似乎是施政无能 不顾人民的生活困苦 然后这个呢 这制造什么 也是这民进党政府无能 你们就是要当台 这个美国的棋子 美国的准备怎么样 要来毁灭台湾呢 你还相信 那这个时候可以冲淡掉 一方面制造人心的动荡 对政府的不信任 离间人民的感情 降低政府的威望 尤其散布疑美论 第二个很重要一点 各位今天各报的头版 你可以看得到了 吴钊燮 顾立雄 到大华府地区 而且公开就跟镜头挥手 这是人事实地物 重大的突破 但是这个东西颇分在前 他就可以转移掉一些焦点 所以用弹架的谣言 用所谓匪台计划的谣言 要来铺盖 或者是要把相关新闻转移焦点 就是我们外交部长到华府 所以建议 所以其实这样看起来 你是议员 所以你这地方也相当熟 那吃十倍没软 你这两天有吃软吗 有 我每天也吃 其实我们太太 刚才从美国到加拿大回来 他们去那里有一个路由去那里回来 我有问你们 有没有去超市看蛋的价格 他说有有四颗蛋庄的 有六颗蛋庄的 四颗庄 他们的一个阿朗就四颗 我们台湾也十颗十二颗 对对对 也有六颗庄的 差不多四颗 整个九十几块台票 四颗九十几块台票 整个一颗差不多二十几块 六颗差不多在二十通 差不多是四块三块四块美金 四点五块美金 那就是一百六 差不多一百三 所以他在说 其实没有所谓的蛋黄 我跟大家報告就是说 我们台湾在买两三的地方 第一个叫做超市 大型卖场超市 一种叫做超商 一种在传统市場 其实二百 两百零八个PTT 每天 每个礼拜三 每个礼拜六到礼拜三 都一直散布假的消息 礼拜四礼拜五 绝对效果 很奇怪 这些帐楼你们到底是哪里来的